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 你看到香港時間11點左右 我講第二節 因為星期日晚上已經在香港 我講一個比較 人家眼中比較悶的題目 就是中國自己搞光刻晶片的東西 你知道最近中國官媒打飛機說 財積電都是中國的敵 但是沒有人理會他 財積電七成股權在美國人手上 但是呢 中國是真的想搞自己的光刻機 那可以不可以呢 有自己的晶片廠 你看到連英特爾也搞不定 英特爾說自己搞不定 十微米製程 即是搞不定 七微米製程 一直都搞不定 可能要找人外判做 那台積電是否接他的命令 其實我覺得他很浪費 但是他做AND的命令 已經做了傻 但是有一件事很關鍵 就是國光刻機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做晶片 你不是偷了一堆晶片設計專家 或者生產專家就可以搞定 其實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簡單來說其實全世界 這個晶片有關於生產和開發的 已經去到接近壟斷的階段 因為他要求科技太高了 其實現在已經出現一個 ASML 台積電和賽斯的壟斷體系出現 三星都曾經想挖過台積電的人 但是發現也不太好 三星 三星當然很大機會都會留他做 在這裏 甚至Intel這單可能由三星生產 但是 因為這是一個反鋒斷的問題 你不能夠所有東西都一間玩完 但是我相信生產機器技術那裏 就很大機會是 SML和賽斯的壟斷的局面 就很大 你要明白 你在說用微米 你現在用光刻的技術 已經是用到 就是 用到 這個紫外光 這個EUV的紫外光 他要求精細度去到13.5mm 當然有些東西你可能找些 這方面的專家 可能比我更好 第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 你要玩到這麼精細 第一個要解決問題 就是你的光學準確度 光學準確度這件事 其實玩相機的人很容易知道 世界哪些鏡頭 是做得很準 光學 就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 特別是電影 因為其實都是那些東西 其實 日本仔沒有辦法 在這一方面 贏到 台灣人 其中一個原因 甚至 他贏不到 ASML 台灣人公司 以前是菲利普 很大程度的原因 是因為 但是 光學技術 那裏 日本仔 光學已經算是厲害的 日本仔 這個世界相機鏡頭 除了德國 就是日本仔 你不會 你還有其他民族能夠 在光學鏡頭 有任何影先地位 你說什麼 中國那些鏡頭 算把 哪個用 我知道中國賣很多鏡頭 很多便宜的鏡頭 進來歐洲 但問題是 你一拍照 你就知道 那些動模 不是那一回事 光學準確度 不是那一回事 其實 你現在的世界 拍照 最好的鏡頭 其實 外力虛虛 很簡單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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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 但拉卡不做 精細光學 那剩下 就是這個 這間公司 我收到上 這個鏡頭公司 賽斯 賽斯 賽斯的相機鏡頭 當然很多已經有OEM 出現了 因為相機鏡頭 本身不是很賺錢的 基本上 賽斯 比如說 Sony那些 只會出一張 Sert 即是 他派人 他驗了 他就有一張Sert 你買賽斯 Sony賽斯鏡 他都有 賽斯自己的CO號碼 所有東西都可以跟得到 當然我不是主要用Sony的賽斯鏡頭 好像這一套片 基本上都是用賽斯鏡頭 我是用賽斯自己 找日本OEM廠生產的鏡頭 但是 無可否認就是 賽斯最強是 準確度 準確度 這個準確度沒得頂 這個 為什麼你說 HKTV那些 劇集 拍得這麼漂亮 那些 那些 他就是用賽斯鏡頭 很多用賽斯鏡頭拍的 不是用Canon Canon 和Nikon 就曾經投資過很多錢 在 這些 光刻機的鏡頭 即是無論是MIRROR 還是LANSUS的生產 但是 都是那句 你的準確度不夠高 就是不夠高 喂 這些光學的準確 說的是 整個 know-how 說的是 整個 八年的累積 這些 你不是說短期可以 比如你說 為什麼沒有LICA做 LICA貼牌 華為那些 現在被人覺得 怎麼搞錯 找信譽光學做 真正原因就是 是因為LICA 一拆為三 這間公司 相機一個部門 然後 做測量一個部門 做測量的器材 都是瑞士的 搬去 一拆為三 那LICA 那LICA 哪有辦法 LICA 它已經變了一間 consumer product 類似做名牌的公司 剩下哪一間 就是德國的賽斯 因為賽斯 一向都是做精細光學的 這個know-how 你不能跟它鬥 所以 你中國 你第一件事要克服就是 你 賽斯 不賣 那些 光學技術給你 你直接可以收檔 你不用談的 你想搞自己的光刻機 你等下世 不是 你要偷也不容易 因為人家那些是八年的經驗 你不是說 你拿了別人的草圖就可以 大哥 我以前也拿了很多德國賽斯的機器 草圖那些走 你有沒有見過我的光學技術人 做得跟賽斯一樣 你做的事是否仍然無以為計 因為研究人員和經驗沒有帶走 光學技術不是抄就抄 光學技術 譬如這個T度膜 T度膜 其實是烏克蘭人發明的 但是 他是烏克蘭 但是他是在哥亭根大學讀書的 烏克蘭人 留在當地 德國 發明了T度膜 這些 這些 都今日認的是T度膜 T度膜沒有變 其實 化學有少少變 可能因為 你以相機鏡頭來說 以前的相機鏡頭更漂亮 我告訴你 以我的看法 因為以前的玻璃是更漂亮的 但是因為你要很多 適合於圓 或者環保 那些問題 就不能夠再用 所以為什麼 我是喜歡用舊的手動對焦鏡頭 rather than 現代的鏡頭 因為現代的鏡頭 有些 就算是光學級的膠 或者玻璃也很差 我告訴你 是沒有辦法的 光學的東西 你看看 這些東西 是沒有得談的 這些東西 就是 別人 是做慣精細 做慣精密 大哥 你打算去replace 別人 我告訴你第一個難關 塞斯不賣鏡頭給你 你已經玩完了 中國 搞什麼自主研發 你瘦皮 你還有一件事 ASML 我可以說 這間公司真的很厲害 荷蘭我做生意 是有一套的 ASML 它最重要的是 它1997年和賽斯合作一開始 我都領導地位 因為它有德國的光學準確度 但是 德國人也不用 那些 涉及其他機器 電話program 那些 那些是德國人不厲害的 那些 我告訴你 德國人不厲害的 德國人不厲害的 德國人的電話program 有些很厲害 例如做Hacker 那些很厲害 但是你說涉及一些 系統整合的東西 德國人不厲害的 德國人做系統整合 德國人不厲害的 德國人做系統整合 有膠 有糯米的 所以德國人是玩得專 而不是玩得博 博 博是另一件事 那麼 你菲利普差不多 他將所有他以前半導體半 即部門的精英 進入了ASML 要不就是NXP 兩間 那些是全荷蘭精英的匯聚所在 好了 ASML 他最聰明的一件事 就是荷蘭做生意 你催不去的 這件事 真是厲害的 德國人 德國人是無法支持的 德國人 所以北歐在歐陸來講 英國的最大對手都是德國人 北歐都是德國人的 他入股 塞斯的半導體製造部門 即Size的SMT GMB HUT 這件事是很關鍵的 因為他在董事局裡面 有ASML的人 變相就是 ASML的對手 想買CoinC的鏡頭 都變成不可能 不知道他會絕到什麼 就是 塞斯SMT部門 GNB HUT部門的產品 德國是買不到的 說明not show in Germany 在荷蘭小售 全部都交給ASML 你要買光學鏡頭嗎 涉及那些 你問ASML 那ASML 怎會買給你 ASML 一定說 你買了我整部機 麻煩 你打算買鏡頭 不買我的機 哪有這麼好處 在這個關鍵之下 再加上ASML 涉及很多美國技術 而且他本身有一定的 美國資本 因為他除了飛機 之外還有很多 美資公司 那些東西 最後 變成了 基本上 中國除了問ASML 買機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 搞自己的光刻技術 這個 你華為怎樣搞自己的光刻 我這樣 你華為想怎樣搞 你想偷嗎 又 你怎樣偷 偷人來塞斯8 不經驗 你找些人 運到塞斯 然後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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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問塞斯 SMT 為何他是自己的獨立公司 就是美國那些可以 看著他 所以你打算這麼容易偷到別人的技術 你不要說 講得難聽些 你中國那些鏡頭公司 是這樣包裝外觀上抄塞斯的 但是 人家一用起來就知道 不是那些東西 不好意思 一拍照 誰用中國鏡頭拍照 你說業餘玩一下 可以 初學者玩一下 fine 你認真拍照 你不要說 你前面的filter 那個導模是什麼東西 已經都是不同的 比如說 你出去拍照一定要用 UV filter 你離去 你不是用B加W 就是用塞斯 原因是什麼 你前面的導模 你一透射的光 你出現什麼顏色 你出現什麼準確度 你出現什麼準確度 那些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我拍照不是厲害 我就知道理論而已 OK 我不是厲害拍照的人 你拍照 不要跟我爭論 中國人說 我拍照很厲害 你黃山 你什麼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就是 你整個 product 你會做得到的 但是德國是做得到 準確的 人家的設計 know-how 就是 interactual property 是你永遠都差不多 那是一個經驗的累積 這些是很工藝 歐洲式的 很歐洲的 歐洲的工藝 你摧毀不上眼 就是為什麼 譬如有些機器 你始終要問 德國買 德國的工藝累積 那是一個世代 相傳別人的 有一個確圖制度 一個歐斯比動的制度 去做這件事 去確保 這些工藝能夠 世代成全 你想一下 你譬如中國人想進來 德國抄襲 你沒那麼容易 如果你不是德國國籍 你打算來抄襲 你打算 你拿Visa進來 你不是入德國籍的 你打算抄襲 你抄襲一會兒就沒有了 然後如果你入了德國國籍 你走去 把德國的技術 偷過去的話 很簡單 很快就 BMD就來找你 然後沒有東西 你跟著 德國警察找你 德國人是不會 給你這些技術 那麼容易偷到的 所以你看到 日本仔和蔡司合作這麼久 生產 甚至幫蔡司OEM 什麼都 他有沒有學到蔡司任何東西 結果 Nikon 和 Nikon 搞光刻技術 又是炒了粉 就是這樣解 日本仔都搞不定的事情 日本已經很厲害了 日本 你都鬥不過 你都鬥不過 蔡司ASML 那你中國人 你憑什麼鬥呢 日本人不想偷師 日本的鏡頭 有多少 你抄 LICA 或者蔡司的光學結構 大哥 你都只是那幾個光學結構 說真的 說真的 都是那幾個 其實 你紋用相機都差不多 你說光刻機 這麼尖端的 你抄到 你抄下勢 大哥 Nikon 已經很厲害 你記得Nikon 已經是一家很厲害的公司 我告訴你 Nikon 也不是壞 你看到香港也有很多Nikon迷 就是用Nikon拍照 當然我不喜歡Nikon的色彩 我覺得有些事情 我是一邊傾向熔熱 我是一些非人的後遺症器 我是傾向熔熱 和Sharp的方向 我喜歡熔熱的顏色 以及Sharp的顏色 很銳利 我是港牛銳利 你那些東西 你鬆鬱蒙的 大哥 你那些東西 你一看就知道 你那些東西 你一聞照就知道 這些東西 我對自己也有要求 是不是 你去到這裡 你裝光學表現的色 你沒有搞下去的色 你中國什麼自主研究 晶片 CPU 自己生產 我得到那個結論 你永遠都差不多 你等下水 這是一個民族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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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 塞斯的光學水平 有沒有挑戰者 我告訴你 美國五十年都沒有挑戰者 除了塞斯的經驗之外 除了一件事 日本人和德國人 同樣認真 欠緊一點 就是欠緊一點 那樣東西是不同的 這個已經是差很遠 你看看日本有多多 即是日本擁斷相機市場 已經 但是它又沒有在光學市場上 能夠佔領導地位 不是 你想想Sony 最後 Sony有自己的鏡頭 Sony都厲害的 Sony我不是說不厲害的 他買了Conica 我經常覺得Sony最好 不如你買一買 問京池買一買Contest 那些 Contest 那些 International Property 更好 當然 它有幾個機身 那些什麼 N-man 那些 CY-man 但問題是 人家Contest 那個光學 那個人 他用的光學架構 即是G G1 G2 G系列的光學架構 或者N是那些 你仍然Sony贏不了他 這個 沒得談的 你一拍就知道 一拍照就知道 就著你的Material 沒有辦法一致到 你這個 蔡司設計給Tontest的光學結構 那個優勝度 仍然是高於Sony 本身用的那些 所以Sony那些 只被人批評叫做假菜 日本仔用了幾多公司 圍著 想把別人自己研究什麼 或者跟德國技術合作 你最後拿不到德國 都是取代不到德國的 這個不是Branding問題 這個是No-Harm問題 這個是民族性問題 日本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看不到中國人會做得到 特別是中國人 媽夫見青 以前胡錫都寫過 差不多先生轉 這個民族沒有變 一個喜歡山寨 抄抄貼貼的民族 你不肯做基礎科學研究的民族 你很難在晶片方面 拿到任何成就 你想想 荷蘭和德國 荷蘭是一些 System Ingration 很厲害的 所以 譬如ADL的車身 是帥哥的 荷蘭 然後 比如說 光學 是塞斯 那裏做的 那些 其實背後 比如說 毒膜 除了 一個光學 一個化學 兩個都是講準確 你怎麼鬥 一個光學 一個化學 你看到日本人又是化學 寶馬和德國都很鬥 你從這個角度 這個觀點去看 你知道中國自家研發晶片 或者製造晶片 這個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不能做的 你問我是不是中國人的方向 你中國人 你 搞好民主制度 改變你的民族性格 你再加上你 花一百年時間 做好所有基礎 教育和基礎研究 這樣就得了 一百年 那麼美國人 都 我都沒有辦法取 在光學那裏 他沒有辦法贏得過 美國人是甚麼 美國就不是什麼都厲害的 美國 美國最重要是一些很複雜 建議一個系統 系統整合的東西 美國是天智第一強的 航空母艦和電腦都是一樣東西的 系統整合 系統整合是甚麼 一個很宏觀事業的 你不同的模組 如何去配合 德國人是不行的 德國人搞系統整合 一定是炒罰的 你說 炒眼 但因為他太尊 太顯微的下體問題 一個民族性的相反 美國人很粗糙 大魚給別人走 但問題是美國系統整合 的制度 如何去將東西 拼拼貼貼 都很好 你想一下 你電腦的OS 到computer language 全部美國好 另一件事 但你又做不到那個民族性 基本因為日本人 就在內地之間 這兩者都醜糞 用精拼 把國家精拼 予以國人精拼 但他們做不到德國人做到美國 可以做到沒法 所以日本做很 那些大澳消費的東西就非常之好 OK 但是一到一個系統蒸派一個專門的東西 就不行了 日本是一個永遠在中上位置的國家 你要這樣看得對 你說中國人 我覺得其實世界給了很多機會 不過你錯過了 不好意思 今晚講到這裡 現在這個題目相對眼瞞